我真的看不出来你们是有六年感情基础的情侣 我更看不出你们一个是24岁 一个是26岁 在这样大好年纪谈恋爱的情侣 我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两个巨婴在一起 每个人都想着各自的意义 谈着毫无营养的恋爱 过着毫无营养的生活 你们如果不爱彼此 就可以放了彼此 你们如果觉得不合适就分开 就刚才女孩讲到一个细节 说让男朋友在商场帮你试口红 你不觉得丢人吗 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就是纯属帮我试一下 有电源干嘛的 电源不在旁边呀 就是旁边 有试口红的那个纸干嘛的 我觉得他是我男朋友 男朋友这三个字 就代表了他要为你做一切事情吗 因为你26岁了姑娘 26岁的时候你应该要考虑自己未来的人生在哪里 自己的事业 爱情只是你生活当中一部分 男朋友也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是这样的一个巨婴的心理 这样一个一直长不大的你到26岁你完全是在拿自己人生开玩笑 真的特别的危险 知道了 我对你们两个人没有分开还是不分开的建议 我对你们两个人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先各自成长 先学会怎么样做一个大人 然后再去想 适不适合谈恋爱 好吗 我说自己观点之前我先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男生 我就想不通 就是你的女朋友当着你的面跟别的帅哥搭讪聊天 你是什么心情 我不高兴啊 不高兴你做什么反应了吗 但是我拦又拦不住啊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也跟他生气 这就完了是吗 那你是什么心情呢 我就觉得很正常啊 很正常啊 懂了懂了懂了 学习了学习了 你们俩互相都不爱对方 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多的举动 就是因为不爱 什么叫爱 什么会体现出爱 就是会有心疼的感觉 你花他的钱心疼吗 不心疼 刷爆了 反正不是我的 你吃火锅你让他吃辣的 他胃疼你心疼吗 不 哎来证明你爱我 所以你只爱你自己 男生你也是啊 他生病你心疼吗 玩得好开心哦 当他站在别的异性面前 去那么热火朝天的聊天的时候 你也不心疼 要不我会很疼啊 懂吗 就从这几个细节 你们彼此都不会心疼对方 你的心里的没有对方 你们有的只是 六年的在一起的时光 想分就分 想在一起就在一起 我没有任何的建议 因为你们这样的人 现在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你们先去上这门课吧 不怕你们分开之后 再去祸害别人 就这样 六年恋爱 你是硬生生 把他宠成这个样子 当然他性格里面 肯定有问题啊 原生家庭肯定也有问题 就各种骄纵的问题 但这六年里面 你看你 什么事你都接受了 你什么口红难看 涂了吗 什么火锅 吃了吗 什么 要男人微信 要了吗 你看你都接受了 硬生生 宠成这个样子 姑娘 我跟你讲一个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的爱 都是好的 有一些爱是毒药 你以为一个人 对你百依百顺 就是好的吗 我最近说一句话 谁对你百依百顺 转身就跑 为什么 因为他要让你失能 因为他要让你 情绪失控 因为他要让你 骄纵 因为他要让你 没有办法 未来再跟别人 去相处 你现在就变成 这个样子 你的整个认知 价值观 和正常人 都是不一样的 正常人都知道 在男朋友面前 是不能做 这样的事情的 正常人都知道 你看整个商场 那么多人都知道 让一个男人 去涂口红 很奇怪 你的认知 为什么不一样 很简单 因为这个人 以前都接受了 他的那些接受 是对你好吗 错了 他在不断地 改变你 和改造你 最后把你 变成这么一个样子 就是 沙拉老师 刚刚说的 你变成了巨婴 现在很简单 就是你们两个人 怎么样 好聚好散的问题 希望你们 在最后分开的时候 不要在最后 磕得 头破 血流了 就这样 好聪明 好聪明 感谢观看